可是問題是沒那麼多孩子可以被照顧 沒錯 所以瑞臉你怎麼看 其實我們在南部也一樣 台北剛剛在談說大概一萬五到一萬六 南部也有一萬五到一萬六 我們希望能夠拉平那個價格到一萬三 其實都低不下來 那我自己在看我們整個佑托的這些人員 他在機構薪水那麼的低 其實我們有更多的佑托人員都覺得 如果 當然這等一下談公共話可以再談 然後就是說佑托人員的薪水 其實在私利才一萬八到兩萬五 這麼的低 那我們就常常有佑托人員說 那我就去考保姆證照 我在家裡照顧兩個小孩 我就有兩萬六到三萬 那所以就當然有很多人都開始都去考證照 那我可以留在家裡 又可以照顧家庭 那比起來像我們那個保姆媽媽 她原來是幼教老師 那現在就轉型來當保姆 這機構裡頭的所謂勞動條件更不佳 所以 當然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多眾多 開始考這個保姆的因素之一 對 可是現在如果說真都周少的話 我想問一下在座 你們四位保姆 你們現在有照顧孩子 大概幾個人有在照顧孩子 兩位 三位 那你還沒有是不是 還在待夜中 待夜中 為什麼是 8月份 8月份小孩子都去上課了 哦 所以 你想你還是可以找到嗎 還是你會擔心 現在還在談 有在談 有在談當中 OK 所以我也問一下我們教授 就是說你觀察到台灣這樣的現象 就是說我們訓練這麼多 可是好像很可惜 還有很多人沒有辦法去照顧到孩子 然後其實這也是一個很好在家的工作 所以你會覺得政府應該怎麼做 或者是說這樣的現象說明了什麼 其實我要補充一下剛剛有些數據 就成如剛剛局長講一些數據抓不到 我們曾經有做過調查 實際上從政大保姆裡面是有四成 他是有在工作的 所以四成的話是三萬二 但是只有一萬四千名是加入社區保姆系統 也是指長剛剛講有些 他在一般的照顧的這個方向 那所以在照那個比例上來講 其實是多於這個數字 但是我們不知道 而且這些保姆並沒有進入我們的社區保姆系統 我們沒有那個資料在那邊 所以這樣的情況之下 所以政召保姆部分 我會覺得他有一定的功能 而且我們在之前的上課的部分 包括爸爸媽媽媽 他們自己本身的背景等等的 他需要他一些補充 而且越來越多高學歷的部分 我想我從嬰幼兒的發展角度來看 它是確實是有需要的 但是就是政召費用的 照顧費用的部分 真的是在懸殊上面 對一般家長來講 他有極大的負擔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其實後面有一些提到一些 我們做各國的比較 所以政府應該給予這些父母 有一些在照顧孩子上面的補助部分 才能夠讓我們這些政召保姆 而且是政府照顧到我們幼兒的部分 才能夠落實 是真的是有比較貴 不過我們現場有家長 他們有用了 宛如的那個社區保姆的照顧 所以我們問一下 蘇姬你有使用這樣的服務 那你會覺得太貴嗎 基本上如果說 因為目前其實只有一個小孩 那所以我覺得以目前來看的話 就是經濟上也許是還可以負擔得了 對但因為其實是如果說 以新手父母來講的話 我覺得社區保姆 或者是說有證照的保姆 我覺得其實可以給很多新手父母 很多的一個經驗或者是教導 比如說小朋友什麼階段 應該要什麼樣的照顧 你不要講照顧 就是說該為什麼 然後或者說小朋友半夜哭鬧 那甚至說保姆有經驗的 會幫忙去調教小朋友的作息 然後或者是剛剛電視上看到 他甚至會去做一些教育性的一些指導 那我覺得其實這些對於家長 尤其是新手父母 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不過我問你 你現在保姆幫你照顧是幾點到幾點 然後你工作是幾個鐘頭 我覺得保姆真的很有愛心 因為像我們工作其實 目前其實是早上8點到晚上8點 但因為有時候工作 性質可能有時候要加班 那所以說我覺得保姆其實都還蠻體諒 有時候幫我們看到9點10點 然後也不收加班費什麼的 所以我就覺得 就覺得目前其實我 我的保姆其實是非常非常有愛心的 好 我們這邊還有一位保姆 就是家長 你沒有使用 那到底你怎麼樣克服這個照顧孩子的一個方法 我第二個孩子是因為那時候我剛回台灣 然後我也要去就業 那其實沒有找保姆也是因為保姆太貴 那還好就是因為我媽媽那時候很願意幫我帶 所以說我可以就是省下這一筆費用 然後自己的母親自己能信任 交給外人實在是很難去真的放心安心這樣子 所以你現在是在幼稚園上班對不對 對 我現在是 是為了什麼 為了我的孩子 因為你孩子在幼稚園裡面 是 所以等於說幼稚園也幫你做了照護 然後你又可以工作 對 沒錯 OK 這很有趣 不過我們回來看一下 一般的民眾認為合理的價格是什麼 我們看一下托育合理的費用 這邊有一個統計 他們認為在台北市 應該是差不多11,000到14,000是合理的 然後新北市是13,000到1萬 然後大高雄鳳山是11,000到8,000到11,000 可是問題是都沒有這麼便宜 這是大家心目中的 然後社區的那個幼稚園幼兒園 其實每個月也很貴 有的幼稚園一個月要收到1萬塊 那我們理想的是8,000到7,500 7,000 那客後照顧這個也是這樣的價格 不過看起來我們這樣的一個價格 還沒有辦法達到 我們問一下好局長 所以說你在看這個 大家心目中的價格是這樣 可是現在一定要到1萬6 那有沒有可能有什麼方法可以補足 或者是說真的就降低還是怎麼樣 是這個談錢傷感情 確實 我們也努力的在找資源來協助 甚至進到保姆系統的時候 我們也曾經試圖來定一個 這個所謂的收費標準 但是在現有的制度上面 好像有一些困難 也還在溝通 那定一個這個收費標準 全國一致的收費標準 會有一種擔心 會有一種趨高效應 好比說我在這個澎湖 或在我比較在雲林 比較這個偏鄉的地區 它原本是收1萬2 因為這個國家 政府定了一個1萬5的一個收費 這個高標 因此就全部提到這個1萬5了 那似乎好像也造成一種趨高效應 所以在拿捏之中 我們也思考了很久 也不斷在溝通 不過我想還是一個觀念 目前這麼少子女化的現象 那我們也鼓勵 這個這個士林的婦女 或者家庭要生育 但是保姆也希望能夠多代 特別是我們考到證照了 那也希望有孩子來收拖 但如果這樣的一個趨高效應 或者是這個費用一直這麼居高不下 恐怕也會阻擋我們這些 可以試婚 試淋 試育的 這些這個年輕夫妻 不敢生孩子 所以在衡量之下 我想政府一方面 來這個提供更多的一些 托育措施 包括費用的補助 二方面我們也呼籲 全國的保姆 能夠共體時間 這個費用能夠降低 帶兩個 比在這個機關或機構裡頭上班 來得好 那我們鼓勵大家來帶 帶孩子來考這個保姆證照 來做這個托育工作 但是價錢部分 也能夠大家能夠做 讓體諒這些年輕婦女 父母收入不是那麼好之下 能夠維持在六分之一以下 就是他總家庭收入了六分之一以下 甚至到十分之一 我想這是一個理想境界 大家一起來努力 不過我真的 這種用道德的 可能大家會覺得 哎呀我就是要這樣的價格 不過真的我們要問一下 現在台灣 已經有一個政府的叫做托育補助 就是雙親家庭 如果合起來年收入不到 就是差不多150萬 他可以拿到三 每個月3000到5000的補助 到底這些補助 是不是真的能夠幫到家長呢 我們來問一下 那個老師 據說你在看這個政策 我就是可以拿到這樣 是不是真的可以補助到 對家長而言 好像使用的人並不多 不會耶 因為局長這邊可能有資料 因為對家長而言 3000塊錢 這對他們整個比例上 是相當自有幫助的 那可是對年輕人來講 錢當然是不嫌少 越多越好 可是我們同時要有一個重要的 一個就是說 他要去哪裡找 到就是說他認為是一個優質的 我們光只是這個部分 不是說補助錢就好了 所以我覺得社區保姆系統 這樣的政策 在托育補助家長的 這個同時的部分 還必須得再注意到 托育品質的提升 所以在優質上面 所以我覺得就是社區保姆系統 保姆他們的在職交易 或者是政府持續的 然後同時透過這樣一個系統 給予這些家長 尤其是新手父母 我剛才提到新手父母的緊張 也不能每一位都像那位 幼稚園老師一樣 他自己可以看到 然後因為這樣的情形 我們這樣的一個計畫之後 然後讓家長也可以同時參與 也知道他怎麼擔任新手父母 然後他才會再升第二胎 然後才會這樣自己 好我問一下 局長現在到底有多少人申請 就是那個補助 一個月可以三千到五千的 我們剛才在這個報道裡面 也大概看到 今年是超過兩萬嘛 兩萬人 對 但是如果說我們用每個月來看 我們的受益人次是 每年整個total是超過二十萬的 二十萬人次的 那事實上每個月三千 累積起來大概一年是六億多 所以政府一年付出六億多 是 那可是我們生育率還是升不上來 是 這個真的是很洩氣的事情 我問一下這位家長 那個你都沒有使用這樣的一個補助 然後你為什麼不使用 你是不放心嗎還是怎麼樣 實在話是不知道 哦你是不知道 對 不知道說年薪這樣雙輕 所以 真的還有人不知道呢 宣導不夠 宣導不夠 是是是 不過我想請教一下那個趙慶 你看到政府這樣子 就是說還有人不知道 然後真正現在才差不多兩萬人享受 那差不多二十萬人次 這樣的一個 然後政府每年付出六億 這樣的一個補助 可是事實上還是有很多人不知道 所以你覺得政府應該大量的釋出 還是說 你的看法呢 呃 其實我覺得那個大量 所謂大量培訓保姆 然後好像就會 自動造成大量托育 這絕對是一個迷思 嗯 大量是大量更多保姆進來 其實反而有可能使這個產 我把它視為一種服務產業 可能使這個服務盤產業崩塌 我舉一個有點跳痛的例子 計程車 嗯 大家都搭過計程車吧 其實計程車在我們國家 是有非常多 細膩的管制措施的 就是 政府會找很多學者來做研究 想說 一個是 台北灣台北市 最適當的計程車數量是多少 然後最適當的計程車費率是多少 以至於 計程車司機可以賺的最多 然後家長可以相對付的比較少 其實這種管制政策的概念 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 那在保姆來講也是一樣 今天如果我們只是大量培訓保姆 那就像我剛剛講的 但是大家都知道說 我們考了證照進系統 好像就是一萬五起跳 有這種地下公定價的觀念 那這個一萬五的地下公定價觀念 存在的時候 家長就不可能再進來 因為家長薪水就是沒有那麼高 好 那這時候你保姆越培訓越多 那是不是從生多週少變成 那叫什麼 剛好反過來 就是剛好變成是 供過於求啦 對那到時候會不會是別人 是大家薪水會普遍降低 比方說像現在 配方節現在是空手 可是你可以再去找 因為你覺得 而且你也覺得因你的恐怖 你應該再找得到 可是是不是所有保姆 都會是像這樣 不一定 因為計程車的研究裡面 就特別講到 那個數量和費率 調控的不正確的時候 會造成計程車司機 空車率很高 我每天在外面跑 結果我還是沒客人 薪水就會掉下來 計程車就會變成一種 用英文來講 我可不可以再打個差 問一下 是沒有問題 據說政府的這樣的得證 3000到5000的補助 是不是會讓市場的價格更高 因為反正大家說 你有補助啊 所以我就可以拉高 會不會這樣子 其實沒有正式調查 但是大家經驗裡面 真的都是有零星的一些狀況 比方說 我有一個屏東公務員的朋友 他保姆原本是12000 然後後來加了系統 就漲成14000 因為保姆就說 3000元的補助 1000元你拿 2000元我拿 當然我不是說 不是全體都這樣 但是真的有一些 我們可以說不肖的保姆工作者 他選擇用這樣的方式 來跟家長分補助 那這現象確實是存在的 所以我說 如果你不把價格管住 那只是不斷的發錢 我想家長的負擔一樣會很重 所以瑞琳 你在看這個保姆系統 這個也真的是讓台灣的整個市場有點混亂 那你很簡單的先講一下 你觀察這樣子是不是合理補助 您說的是補助嗎 事實上如果減輕家長的負擔這個部分 我們覺得都是持肯定的 第二個把保姆納進來我們所謂的政府來做管理 其實可以把那個品質能夠做提升 這個我們也是持肯定的 但是我覺得如果就那個保姆證照的部分 如果他沒有就業意願 我只是來考一個證照 其實在我們南部 我北部排隊排成這樣 南部也很多我考了證照我不就業 我們常常去拜託我們系統裡面的保姆 你來多帶一個 或者你來你要給他拜託 他才願意帶小孩 所以我們現在大概證照字 也會變成另外一個迷失 如果他擴大那麼多 那麼好的證照 這個證照到底是一個迷思 還是一個好的系統 我們先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 我們就把手上盲完的事情